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歡迎歷臨2017 金馬影展電影學院的結業室 以及NEPAC的頒獎典禮 Good evening. Welcome to the presentation of 2017 Gordon Horse Filmer Academy and NEPAC Rewarding Ceremony 對,看到有我們兩個主持 就表示預算全部都花在電影學院上面了 首先我先簡單的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NEPAC獎 他是亞洲電影促進聯盟跟金馬影展 從2007年開始合作的一個獎項 他的目的是要在推廣亞洲新銳的電影 在今年我們一共錄選了十部的作品 NEPAC Rewarding Ceremony 是聯合聯盟聯盟聯盟 NEPAC Rewarding Ceremony NEPAC Rewarding Ceremony 為開始獲得的 我們邀請了二十位影師朋友們,他們跟評審一樣看完了所有的作品以後,寫文章,開會,辯論,投票,選出了他們最喜歡的作品,所以待會我們會先頒的第一個獎,會是亞洲電影觀察團他們的推薦獎。 對,亞洲電影觀察團要不要站起來一下,大家鼓掌一下,如果每個影迷都這麼好就好了。 每部片都看完了,可以坐下來了。 然後他們選了哪些片子呢,我們要請侯島上台來幫我們頒獎。 來,歡迎侯孝賢導演。 亞洲電影觀察團選出來的推薦獎是哪一部作品呢? 我們恭喜得獎的作品是來自南韓的《祝你生日快樂》。 亞洲電影觀察團選出了一部作品,恭喜你生日快樂。 恭喜你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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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部片。 導演說,首先他非常感謝大家喜歡他的,其實就是一個他的這部就是比較小資本,而且其實看起來就看的話可能會覺得不太舒服,就是整個內容或者是一些那些人物,但是大家都很喜歡。 非常感謝。 她的導演說, 就像他電影裡面出現的每一個角色, 可能都是在社會中地位比較低 然後就是大家會被受歧視的那種角色 所以他說他之後也會努力為這些 應該是說這些受到歧視 然後不太被重視的人 就是做電影拍片 謝謝大家 謝謝 也恭喜導演 在揭曉之前 我再介紹一下本屆的耐派克的評審 幫助了馬拉馬塔、李競爭 跟李佑英武安純請三位起立 我們掌聲謝謝他們 選出來了本屆的得主 本屆的耐派克獎會頒給哪部騙子呢 得獎的是 首先我邀請了電影拍片 在電影拍片 我也要感謝評審 恭喜告別茉莉 我們的班長到這邊就告一個段落 謝謝也謝謝侯道 謝謝